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协定曲沙伦国小创校一甲子小校校友团结力量大,历届校友和地方热心人士成立甲子校庆筹备会,校庆当天由第一届老学长带领各届校友走入流转时光期高龄94岁的第四任校长杨丁静,93岁首位分校主任黄敬贤与第一届校友毕业班导师蔡文雄等师长曾捐赠吴博士 纪念图书馆的吴京德博士都受邀返校荒聚一堂拍下难得的大合影留念 沙伦国小校长简静会表示,该校透过在地信仰万福工热心教育人士捐的募款筹划设校于民国45年设切定国校沙伦分校,47年独立为沙伦国民学校,学校草创初期设备极其简陋,因教室不足班级分成二部制 师生拿着小板凳到木麻黄树下就递上课 因为校园都是沙仔的,学生需到白沙伦渔港搬运从船物清理出的泥土填整校园 学生合资购买树苗种植为绿化校园,创教CB路蓝绿 但在师生同心协力合作,家长会习地方师生积极参与下,校务蒸蒸日上 如今沙伦国小校舍美伦美奂并有玩具梦奖馆,英语情境校室,沙伦小田园,吴博士故事馆等丰富教学环境 并发展英语绘本,国乐团,乐乐棒球,羽球等多元社团,堪称是一座孩子的学习城堡